台中西区一处五层楼建筑 门口贴着黄色招珠 还写着炸豆腐炸咸酥鸡 冰藏页很吸睛 被人贴上网表示 这辈子第一次看到这种要求 原来是租客限定这三大行业 引来网友留言 其实是要弄邻居啦 一定是跟隔壁不合才这样搞 刚好邻居爱吃臭豆腐 爱吃咸酥鸡 又刚好从事冰藏事业 还打错字呢 印发讨论 他可能比较喜欢吃这些食物 就会心笑 还有那个叶哦 那妈妈不知道 就是每天都接着人家在吵他 这样的时候11点以后 有人不错 这样的事 其实都没有 因为他就是跟邻居都不好 不理他啊 反正他得罪了整个巷子的人 出炉地点附近都是住宅区 巷子内也算安静 附近邻居认为贴招租的房东 是故意的还列条件向下下邻居 就是只想要寄给 这几个行业而已 所以是之前没有分租就对了 所以让我们这条街更繁荣吧 房东则说是想要促进街道繁荣 所谓今天过滤掉这些房客 可能他的包容性比较多 难免会猜测他是否跟邻居有其他的情绪上的一个沟通不良的障碍 这栋房子43年的屋林位在美术馆绿源道上泉附近 无层楼总坪数超过24坪 以附近店面出租行情大约2.2万到4万之间 出租限定三种行业 连其他房仲都认为很少见 也让罕见的承租条件 引发街坊邻居讨论 更成网路焦点之一 TV的新闻类 陈宏毅领生 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